宋慧乔在美国以自然美貌引起轰动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离场,宋慧乔重新出现, 并立即在电视剧《荣耀》的两个部分中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由于在电影中的出色表现, 她首次在2023年白享艺术大赏的最佳女主角类别中被提名。 这被认为是女演员25年电影之旅中的重大转折。 除了已经证实的才能,宋慧乔还以韩国荧幕宝石而闻名, 她的美貌超越时代,备受国民喜爱。 最近,一组照片记录了女演员参加电影回归的一次突然火爆的发布会。 据报道,大约15年前,宋慧乔有机会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电影《蓝莓之夜》的首映活动。 此时,女演员已成为韩国的A级明星, 以她的热门电视剧而在整个亚洲闻名。 在这个活动中,宋慧乔以自然美貌引起轰动,挑战了整个国际狗子队。 在近距离的照片中,宋慧乔展现了完美无瑕的肌肤, 她喜欢轻盈的妆容,并搭配了爆纹图案的连衣裙和个性化配饰。 宋慧乔旧时的照片迅速成为网络论坛上广泛讨论的话题。 观众在评论中赞扬了她的自然美貌和灿烂气质。 然而,也有人强烈批评宋慧乔所穿的服装, 因为她让她的腰围看起来比平常更突出。 尤其是衣服上的图案,使女神看起来比真实年龄更显得沉闷。 宋慧乔的美丽和才华使她成为韩国影视界的代表之一, 也赢得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。 她的事业将继续蓬勃发展,成为激励和感染人心的偶像。 无论是在荧幕前还是幕后,宋慧乔都展现出了她的非凡魅力和独特魅力, 成为众多人所敬仰和追捧的女神。